内国宇航局的卡西尼号探测器排到了土威尔上的间歇圈,喷悬出冰冻物质,攻图,NASY,POKETEC SPACE SCIENCE INSTITUTE,转文,NEDIA DRAKE,在小小的土威尔上,深海热液喷悬,持续向太空中泡洒水,冰,二氧化龟,乃至哈塔简单化合物,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,其中很多都是人们所说值得维持生命必须成分, 目前,科学家们在一个已是探测器发挥的数据中,找到了更加有趣的发现,在一些较重的有机化合物中,数百个园子按环状,链状排列,这是目前为止在土威尔上发现的最复杂的有机物分子,也正是这一发现,让土威尔机身太阳系内,最有可能存在地外生命的地方,所提及研究论文于近日发表在了自然期刊, 2005年底,探索土星的卡西尼号探测器,发现土威尔上有冰水喷流,这令许多科学家惊喜不已,喷流从土威尔南极地区的列湾喷出,其中的海水来自于土威尔冰盖之下的全球性海洋, 多年来,科学家们拟职的研究这些喷流,并计算土威尔海洋的炎度和酸度,从中已鉴别出甲烷等有机化合物,确定海床上的深海热泉,为喷流提供了热量和能量。 但这次新发现的复杂分子,却带来了新的疑问,它们究竟是化学反应的产物,还是外形生命的线索? 尘埃探测器,尽管卡希尼号探测器,于去年9月主动震入土星,结束了自己的使命。 但它传回的含量数据,仍然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巨大宝库。 这其中就包括卡希尼号探测器从一星环附近飞过时收集到的数据,一星环老而透明,由土威尔喷出的尘埃与病例构成。 当卡希尼号探测器从一星环边缘飞过时,项面专门用于探测宇宙尘埃的仪器,与一星环的某些威力碰撞,并因此反馈了威力成分的信息。 Postbook和同事们决定,对从2004年至2008年期间,卡希尼号飞略一星环时收集到的数据展开研究。 因为在此期间,仪器设备遭受其他太阳系行星级威力的污染最少,飞略多达15次,探测器收集并分析了大约一万个尘埃威力。 Postbook和其同事们通过对其中约百分之一的威力进行分析,鉴别出了复杂有机化核物的迹象。 他说,这简直像是大海捞针,这些寒碳的重分子应付在土威尔喷射出的水冰颗粒上,随之一起被喷射到了太空当中,卡希尼号由此经过,正好完成了收集工作。 此外,据Postbook介绍,一些更大的分子,重大数千个原子质量单位,这些巨型化核物,就像是它们的碎片,漂浮的薄膜,这是首次在土威尔上发现此类重有机物。 此前,卡希尼号曾探测到较轻的细体分子,比如甲烷和乙丸,其中包含有1-2个碳原子和几个氢原子,重量大约在15个原子质量单位左右,但此次新探测到的分子,重约200个原子质量单位,含有7-15个碳原子,若干氢原子,甚至还含有大原子和氧原子。 美国宇航局喷气动力实验室的Morgan Cable介绍说,在这世首次在液态水海洋中探测到它的存在,Postbook和同事们都认为,很可能是新形成的重有机物,浮到土威尔地下海洋上层,然后漂浮到了南极地区喷水的裂缝附近。 这样一来,它们就可以附着在病历上,随着从海床升起的气泡一起进入太空。 Cable说,也有一层有机分子形成的薄膜,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由生命及其妇产物构成的浮游层。 它覆盖着相当大一部分海洋,现在看来,土威尔上也有这样的薄膜。 问题是,这层薄膜也是生命构成的吗?默默等待,此次的发现很是激动人心。 尽管如此,这类富含碳原子的有机物,还无法成为衡量生命存在的指标。 在很多化学作用中也能形成这类结构,不一定需要地外生命的新陈代谢。 本质上看,科学家们通过这些分子了解到,土埃奥冰盖之下的环境,能够进行极端复杂的化学反应。 但是这些化学反应,究竟是完全独立于生命,且只是通过化学和地质因素而产生,还是是生命起源之前的混沌? 是正在产生外形微生物,还是土埃奥海洋当中,已有生命形式产生的废物? 对于这些疑问,目前还没有答案。 在塔西尼号探测器拍摄的这张照片中,土埃奥南极地区的冰盖上,猎本斗折蛇形,公图。 Lunayne 说,我们应该尽快重返土埃尔,它正等着我们进行探索,时至今日,可不是随便去个地方,就能日上喷射到太空的微生物分别供我们分析。 我们已经具备了能够解开这些疑问的遗迹,只是要重返土埃尔即可。 Lunayne 和同事们设计了,土埃尔生命寻找于Inceladus Lifefinder本应在不久的将来升空,但美国宇航局拒绝资助盖项目。 不过用不了多久,一艘宇宙悲传就将前往另一个冰冻海洋星球,土埃尔。 科学家们还不清楚在那片外星海洋中发生着什么化学变化,也不知道已知生命形式所需的必备成分。 在那里是否如地球般充足,但就目前来看,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土埃尔都只能等下去。 希望不久后的某一天,他们不再需要靠挖掘档案数据,来回答人类最迫切的问题, 而是可以用一种实时的方式,去解开众多天体生物学的免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